好马上持续来关心 在这个雪山隧道里面所发生的 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火烧车的意外 现在呢 平临行控中心已经紧急成立了 雪山隧道的火烧车的这个应变救护中心 那么消防人员也持续的 再将伤患的救出雪山隧道 我们现在呢听到最新的这个 最新的是这位 从里面被救出来的人士呢 他所告诉我们在这个发生 这个事情当时的最新的状况 那个司机大喊火烧车 然后后面应该是司机才那个紧急刹车 然后后面应该有追撞过来 就碰一声 然后司机就说火烧车叫我们赶快下去 那后来我们就都下去了 那车上是人蛮多的 那我们是这边大概是11个人有出来 对 那我们那个就是一个张先生带我们走 一个他有一个地下紧急通道 我们走那边出来的 所以他里面烟很大水平在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 那他那边烟很大 状况很差 那他们的警察都是 目前送过来都还算是稳定的个案 都还算是稳定的个案 那放在于就是 都是轻度呛伤 目前都是呛伤 就是烟吸的比较多 目前都是这样 目前都是还蛮稳定的 所以轻微的都往这边送 那中的话就可以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有那个 心电更新 还有磁器的医生都会入息到来 因为很多在线上 都已经在通知我们的启动整个急救的这个措施 好 好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受困的民众被抢救出来之后呢 刚刚看起来是在医院的这个说法 回顾这个发生的当时 不过看他脸上的有一些比较好像黑黑的这个痕迹 可能就是因为像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大浓烟 从这个隧道里面冒出来呢 所熏的那么现场呢 现在最新的消息 驾驶座上面有发现一具的胶尸 另外造成了一人受到重伤 七人受到轻伤 分别送到紧急救护中心 以及两间的医院急救的最新消息 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NCC的公厅会啊 那么今天我们早上呢 就来看到了在中国时报有 这个蔡衍明对望中案的这个呼吁跟声明 最大的标题 他诚意来面对公审理性来化解疑虑 施晨兄我们今天上午看到的 他真的是很有诚意的来到这个公厅会 他的发言也够理性了吧 但是他需要呢 他里面有讲哦 说他呢自从这个进入的媒体呢 他就被扣上了中资介入的这个指控啊 他连为自己辩驳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扣上了红帽子 反而应该是蔡先生要出来讲说 到底他要被人家质疑几遍 他需要如此被污名化吗 他现在我觉得蔡衍明先生很体会 很会体会那个岳飞的心情 我很爱国耶 为什么老是被call回来 为什么老是被质疑 我要讲啊 就说其实 这真的是个很简单的企业并购啊 我要讲真的 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赋予他很多的 这种政治的这样的一个想象 还有政治的这样的一个斗争 最后结果是 一个企业的老板要出来说那些 本来不该我说的话 对不对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我送件审查 你叫我补件我就补件 补完了以后 过不过你就决定了 可是拖了16个月 最后的结果是 又开一场很大的公听会 然后大家在上面各书几件 欠你我的结论 老早就已经确定了 就是这个案子不会过的 不会过的 为什么会过早过了 因为一切都合法 你为什么不让他过 那就很显然你不让他过嘛 那不让他过又找不到理由 就找一堆人来 我不想背书 我知道找一堆人来 这个学者专家 根据这个社会的意见 然后学者意见 NCC也认为 也差不多应该 我对他们的经验非常认同 所以因此不予通过 不都是这样子吗 如果到时候不过 对不起 就算我猜错好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倩林依法行政 这四个字 不只是在上面写好玩的 如果每个人都用感觉做事 法律出来的我合法的东西 你用感觉去把它否定 我觉得这以后会衍生 非常大的祸害 就是以后台商谁敢回来投资 哇 你这 我没中资 你给他审两年 说我觉得我有中资 我就没办法投 台商钱回来放在那边 不是不需要成本的 我钱回来可能经过 非常很冗长的一个审查的过程 最后结果是不准 那你觉得我还想回来吗 我不会想回来的 所以这个影响 就跟当初这个拜尔案一样 我相信蔡委员非常了解的拜尔案 我们是怎么样把人家糟蹋的 你只要污染啊 安卵的 结果人家跪在地上去投资的 投资在我们把人家请走了 我们要因应为鉴 不要老是干这种事情 我认为这次公天会已经开了 那你不能拖到你任期结束 在任期结束之前 你要做出决定 做出你的判断 准不准 你要做出判断 前面已经这么长16个月了 他们只剩下两个月了 你觉得真的做得出来吗 只不做不出来 一定做得出来啊 因为你该查都查完了嘛 那你现在针对蔡衍明 思想审查 他也让你审查啦 那你做出判断了 你决定说 本届计计刑委员说 不准 中央案 你还是有中资还是垄断 你不准 没关系啊 准薄你要多来做决定 你不能说我现在没有办法 或是会开不成 或是有人缺席 有人拒审 哪有拒审的 法令我规定你NCA委员 可以拒绝审查 自己可以回避的吗 那以后主要四个回避案子都不审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而且回避的理由就是说 我怕人家有误会 或是我跟他以前有什么过节 通通不审 哪一个电台被你罚过了 那以后那个电台 你也不能审啊 台湘罗案子你审不审 他都没有处罚过他啊 你审不审 他都没有处罚我啦 处罚电台啦 不审 那一样啊 处罚电台啊 那电台以后换照你审不审 我处罚过他 所以我就不审了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要做决断 责任归属才能明确嘛 我才能以后我要求常 才知道找哪一届啊 你这一届脱啦 不做决定 我到我下一届 剥掉 那我是这一届的责任 还是下一届的责任呢 好那么蔡委员 今天早上我们听到 这个蔡委员 蔡衍明总裁他说 他如果说真的有对不起台湾的话 他绝对会看怎么样来弥补台湾 他有对不起台湾吗 他如果落实回到台湾 来投资台湾的这个行动的话 这是对不起台湾 还是爱台湾 我搞不懂 什么时候刑法上有一个罪 叫做对不起台湾 我现在听不懂 所以等于说 这些很多的在现场发言里面的 奇言怪论里面有一种 就是说 一定要在蔡衍明 或者是望中集团扣个帽子 他们心里会比较快乐一点 这种文革式的红卫兵的事 如果像以前发生在大陆上那些大学生 那些高中生当红卫兵 像这种扣帽子的方式 那就算了 因为还没毕业生 今天在现场很多人 说他已经有很多的专业经验 也说他有很多很多的学问 而且还在大学教书 我不知道他在课本上 要怎么去教这些学生 用什么方式来教这些学生说 以后啊 你们这次传播学念完了以后啊 就要第一条挂在看这个人 郑先生 您有没有对不起台湾 先审查一遍 对 这是吗 那如果要扩大一点 路上有人闯红灯 就对不起台湾了 说不算 所以我是觉得 这种文化大革命的思想 什么时候变成我们这个 台湾NCC公庭会场里面 普遍弥漫的一个理论 这是百事不绝 这是标准的堕落 那NCC的这个制度 以前 平常你讲 我是以前是很支持 这个让传播学者 来管这什么各式各样的机构 自从公事发生传播学者 那些不堪的场面 那像NCC 这是传播学者 不堪的行为的时候 对不起啊 学者都很尊重 传播学者 拜托你们反攻自行一下 不要把传播学者 这个事又烂掉了 让人家瞧不起 又不尊重 你行为表现出来是什么 拿传播学者的大帽子 在干什么去啊 干自己见不得人的思想审查嘛 这这不懂 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嘛 你今天如果是个公平公正的传播学者 我今天怎么要求 这个望中集团的 我就要去要求自由时报集团 我就要去要求 伊甸市苹果日报集团 要求民事 要求三立 他敢对三立碰一声吗 都不敢 为什么 怕坏人嘛 简单讲是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有很多学者在现场讲的时候 因为望中搞这个什么 中时的时候 都没有什么数位汇流 报导大陆的新闻 怎么样子的 他怎么不去 民事 民事不是跟大陆做生意的吗 还签了什么约了吗 三立不是跟大陆做生意啊 你怎么不叫NCC 把他排断撤回呢 所以我是觉得乱七八糟的 你学者如果真的公正 你一个标准用尽所有的人 而且你学者很清楚 那个标准是你自己提的 不是法律所承认的 如果法律所承认你拿出来 不然你要拿来叫我们立法委修法吧 你觉得我们立法委不懂 你也教我们说 这个对不起台湾 怎么把他写到 什么卫星电视网传播法里面去嘛 你教我们嘛 对不对 不要搞这有的没有东西 乱七八糟的 好所以湘同兄刚刚委员有提到 这个学者 那么我们有看到中国时报 有一篇的这个观点里面说 政府不能够利用学者来推诿责任 我觉得有一些的传播学者 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来讲 他们会有自己的坚持 或者说有一些非常属于 就是说理念上面的坚持 我可以理解 我也可以尊重 但是不管怎么样 请还是要守住法律的那条 那条线 那以及你今天不只是一个传播学者 你今天会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大家之所以不断的会去push你 要求你做一个决定 是因为你不是传播学者 你只是以传播学者身份 而今天当上了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委员 官员 你今天的身份是官员 而不是学者的身份 所以请你用一个官员的角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大量的权柄在你手里面 NCC的力量从媒体的角度 一般民众不能感受到 可是我们在媒体工作 NCC的力量是很可怕的 就是NCC如果说 它有了一些 我们从我们角度来讲 比较脱离市场 甚至于偏执的看法 而且它一意孤行的时候 你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去对抗 NCC的一意孤行的力量 它只要决定要做的事情 你几乎没有办法去跟它对抗 它要罚你就罚你 NCC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包括了就是电台测照等等 都是常见的事情 所以回到法律的基准点 是我一再的呼吁 好 我们现在来到现场来看到的是 望中宽平董事长蔡绍中先生 也在NCC的公听会上面说明 作为老师 你有一个老师的title 不代表着你可以不做功课 也不代表着你作为老师 你就可以为言耸听 我在这边不去把细节阐述出来 但是我决心讲几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已经一再的强调了 K1K这个140的数字是不对的 在这点我再补充 非常感谢这个黄老师 还有我们其他学校师 至少你们有坐下来 听我们的表达 而不是在 而不是在这个 把自己要讲的话 讲完之后 你就离开现场 你就不听了 然后呢到时候 我们下一次公听会 或者听证会 或者什么样 在媒体上面 一个公开的表达之后 你又再讲一样的论述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非常不尊重的 我们大家今天 我们所有同意也都坐在这边 也是把这整场做完 也是虚心要去检讨 要去听 要去听取大家的意见 我觉得这是互相的 那第二 我们也没有中资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我们老板要强调几遍 我们从这个 08年底就开始在讲这个东西了 如果你说 中资是我在大陆 五毛一块钱卖的这个饼干 赚钱回来台湾这个投资 叫做中资的话 那所有的台商都是中资 我们不是中资 我们不是中资 大陆政府没有拿钱给我们 回来台湾买媒体 大陆政府没有拿钱给我们 不要再谈这件事情 第三 台湾没有言论垄断的可能 假设真的有的话 那今天我们不会搞到这样子 一样 刚刚我们有位同仁在表达 我们好像是在审 我们好像是在审这个三中案一样 并购了这个中加系统台 不会增加我们的这个媒体的这个 的广度 三中案当时已经审过了 所有的付付款 虽然我们在我们在做这个行政的夙愿 但是其实我们所有的付款的要求 我们也我们也照这样执行 蔡明先生是非常有诚意 回来台湾投资 我们是希望把从大陆赚回来的钱 我们在台湾长期的经营 为台湾的数位化和数位汇流 做出贡献 我们也期望在取得这样的成绩 要取得一个成绩之后呢 那这个投资能够带给我们合理的回报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 我们今天在讲了许多的这个案例 跟老板个人有关的 跟蔡先个人有关的 其实很多东西我都在场 外面的报道 他表达的部分就没有办法把这个 所有的东西原汁原味的表达出来 很多时候也因为篇幅或时间的限制 没有办法来去完整的阐述一些想法 那如果各位只愿意从某些这个 部分的一些言语 部分的内容来去 来去作为他整个 整个逻辑的阐述的话 我认为这个对当事人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还有因为我们还有这个第三轮 所以我在这边也最后也呼吁大家一下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这个 shout to win the contest 所以各位大家不要激动 不用太大声 这个不会加分 谢谢大家 接下来请英属维京群岛投资控股公司